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Hello 我是阿死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之前在Youtube社群投資了4盒SHF 問大家開哪一盒才好 意想不到地教主 西村季舊TM Evolution 壓到勝出 所以這條影片就先開了這一盒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SHFIRS TM Revolution 想不到大家都這麼喜愛教主 這個畫面有點奇怪 因為有看小弟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很少展示飛盒給大家看 不過這隻開出來的情況是有點特別的 所以我就保留了飛盒開給大家看 就是 但是 它在飛盒下面竟然還有一個膠袋 這件事是有點意想不到 好像都未試過有HTRAF 在飛盒下面再有一個膠袋入主 有得飛盒即是雲web 商店限定的產品 好啦 不說廢話了 馬上跟大家感受一下這個HOT LIMIT HOT LIMIT 作曲編曲 淺倉大界 作詞井上臭豬 發售日期是1998年6月24日 是TM Evolution 的第八單曲 Oricon 周間排名最高是去到第一位 年度是排第30位 最終的銷量亦達到雙百金的數量 時至今日已經有無數的歌手和二次元人物 去Cover 過這首經典的名曲 YOU SEI NATSKA 群れを刺激 ラマアシミイワクロマメド 嘩 開到出來是這樣的 有兄弟就叫我一定要塞上HOT LIMIT 大哥 這個行為先不尊重知識產權 二來已經不是黃標了 你落這首歌 你會收到紅黑標 因為頻道會很快玩完 好了 言歸正傳 看看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部分 本體 兩塊更換臉 兩個更換髮型 還有一支咪 更換手型方面 總共有四對 另外其實盒野佔了最大的空間 就是這個星形的地台 當然跟真那個比例是差很遠 因為真那個是超大的 這個純粹是有少許那個風格 但是就不是完全跟比例 好 那麼我們行為教主 看看他的樣子 正如片頭所說 這一身的造型 這個意狀 其實是出自當年HOT LIMIT 裏面的 Music Video 那時候的造型 當然這個身形是2022年西村貴教的身形 1998年的時候 教主是很瘦 甚至乎有點骨感 甚至乎 其實教主是很棒 我覺得形象非常百變 可男可女 我小時候也是很喜歡西村貴教的 那麼 不斷轉個圈給大家看 前面 側面 這隻Figure很難站 一會兒再說 後面 好 那就轉回正面 這隻Figure Bandai 就用了Digital造型的技術 其實就是360度 scan了西村貴教的身形 所以身形方面是相當還原2022年教主的身形 相當健美 相當健美 至於面相和皮膚的上色 就用了Digital彩色的技術 其實這個Digital彩色應該是有點像平時大家玩開Marvel那種印刷 不過可能西村貴教有真人scan 那些格子沒有那麼誇張 即是你不會看到之前玩荷蘭仔的數碼炆飯 不會有這支歌仔唱 這隻的印刷是比較好看的 同時大家看到他的肌肉 這裏的陰影 都是Digital色彩 大腿這些位置的陰影 都算做得OK 因為平時Bandai出的肉色Figure 通常都沒有什麼陰影 這些位置都有些陰影 算是我覺得肌肉弄得挺有質感 至於面相方面 嗯... 微妙 不是不像 亦都不像 Bandai 的頭雕都有尷尬的情況 不過以一個Mask Production 即是大量生產的狀況來講 某些角度算是相似的 都收貨 這個角度比較相似 有這角度就不算太像樣 不過也釋除了我本身的疑慮 在我訂購的時候 我很怕收到大貨會像院兆祥 開到出來我覺得是像保錡 這都OK的 整件事的感覺是良好了的 除了面相和皮膚之外 這件戰衣的一些細節 我覺得都算OK 即是金色邊的上色 即是這些帶子的車衣的紋理 都有做到的 鞋也是 造型也挺獨特 還有金色邊都是上齊的 不過對鞋 由於造型實在太獨特了 極難平衡 整天攪拌很久才能平衡 好 試一下可動 樣子不像是角度限定 我發現真人頭雕 整天都是三七面最相似的 正面反而不太相似的 這個角度很相似的 為甚麼呢 不說廢話 試可動 哎呀 頂 我會鬆去撿頭髮 好 頭和頸的接駁老樣子 波裝 嘩 稠稠CN有些恐怖 稍後再放一些潤滑油 頸和身體的接駁 另一個波裝 摸一下教主的肌肉 手平舉是沒問題的 都OK 即是你看到身體都健碩 而且都頗有線條尾的情況之下 又不太影響可動 肩膊這個位置有個BUTFY裝 就可以向前活動一點點 整條手可以360度旋轉 手臂這個位置有個水平旋轉 前臂Double裝 這樣 呃 少少肉酸 不過OK可以收貨的 手腕老樣子有個Hinge有個旋轉 空的關節就是一個複合式的關節 除了一個波裝之外 其實大家揭去後面看 這個位置大家應該隱約看到 其實是有個Hinge 其實是一個Hinge 加一個波裝的複合式關節 不知道有沒有兄弟 跟我一樣覺得 這件衣服很有第五元素的感覺 下盤這個位置也是一個波裝 好 股關節可以向前踢 打側有一定的幅度 向後就完全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下盤算正得挺漂亮 大家看到那個分件的形狀 和平時玩開的Figure有少少不同 好像那個入尿片的感覺不是很強烈 這個分件都可以 大腿水平旋轉 小腿 Double John 接到這麼多 腳掌這裡 Hinge 旋轉這些必備 看看鞋頭有沒有 鞋這麼厚 鞋頭都有的 好洞方面就是這樣了 嘩 教主真心很帥 我想大家小時候 就算沒有聽過Hot Limit這首歌 都應該見過CD的風套 因為實在太經典 這件衣服的設計造型實在太過瘋狂 大家感覺到海邊的熱風吹過來嗎? 現在就展示了一個地台給大家看 另外就換了一個MV經常做的手型 還有換了一個吹起的髮型 還有一個開口的面相 有些面容扭曲 如果有看過MV大概知道為何頭髮弄成這樣 日本當年拍的MV其實製作都頗大對頭 特意在海邊搭了一個這麼大的台 然後又找直升機拍 其實是有點瘋狂的 說得在海邊拍 有很多海風吹到頭髮瘋了 所以MV裡面經常吹到西村季教的頭髮飛來飛去 所以 附送的兩個不同的髮型都是吹起了 是還原MV裡面的表現的感覺 唱歌很有力的表情 我覺得這一款的樣子是不太相似的 還有我突然看著看著想起希索家 不知為何 另外大家應該可以留意到 這個髮型是有髮腳的 給大家看看剛才的那個 剛才這個是橙了青的 即是說這個髮型其實是模仿當年MV的頭髮長一點的時候的造型 OK 換下髮型其實它一粒頭是由三拍組成的 頭的後半 拆開它 頭即是這批頭髮的前半 還有臉型 所以其實三個表情是可以交換給不同髮型使用的 這個就是這樣 玩得HOT LIMIT 造型的FIGURE 怎樣都要放下這個 衣美不明的SHOW肌肉姿勢 當時MV都經常放這個姿勢 大家可以想一下 當年的教主是沒有那麼多肌肉的 但是放這個姿勢的時候 感覺很搞笑 我自己覺得 我想有不少朋友認識TM Evolution 應該都是因為Gundam Seed 的開放 小弟也不例外 都是因為看了高達之後才慢慢接觸西村季教的歌曲 記得小時候玩ICQ的年代 每個帳戶有個INFO的位置給你填資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ICQ 洩露了我的年齡 裡面其中有個項目叫宗教 當年我寫了自己的宗教是西村桂甲 哈哈哈哈 說回玩具 現在換了一個閉上眼 很享受、很享受表演的表情 另外換了一個握咪的手型 握著咪和一個攤大的手型 大家會看到手型方面有兩個是很相似的 一個是炸咪 另一個就是這個 也是有個孔孔的 剛才那個手型其實是放HOT LIMIT 封面造型的姿勢的 這個握咪這個 你會看到食指和中指是比較激 比較激 你看上去這樣拿咪沒有那麼生眼 有那個自然的效果 當然 剛才都說過了 面相那些是可以互換的 這個表情也可以換到吹起頭髮的髮型上 正經完畢了 這隻FIGURE在日本派貨後 在Twitter順積掀起了一陣惡搞的熱潮 可能因為西村季教都唱過很多不同動畫、遊戲的開放 所以在御宅圈裡都有相當的名氣 所以都幾多人去惡搞 小弟都不會令大家失望 試一下拍照給大家看看 不過打頭陣的就有我們的潤水鴨 其實他的髮型得到西村季教本人的認證是像自己 所以都特意拿一拿去跟教主合照 好,不說那麼多了 去上 看完照片,其實整隻都玩完了 如果有買的兄弟可以發揮一下自己的創意 擺放不同的場景 剛才主要都是圍繞著C01、Spider-Man 以及Gundam Seed 都是一些他唱過opening的作品 這隻訂的時候就成為$579 相當之抵玩 因為那時候應該日圓的紫水低了 $500多有三個頭雕 一個可動不錯的身體 以及他的肌肉的線條真的拿捏得不錯 $500多來說算是一隻很高質的模型 還有一個星星地台 但是我這隻就有少少位就做得差一點 特別是左臂,經常容易脫掉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這麼差 以及他的臉上吸得不緊 即是臉上跟頭髮的三個東西 拍得不緊,很容易散 這兩個地方比較明顯 QC上面做得差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是好玩的 特別是西村季教 即TM Revolution 的歌 都陪伴小弟長大 所以買一隻偶像的Figure 我覺得是很理所當然的 TM Revolution Taka Noni Mix Revolution 除了純貴膏製造革命之外 今次亦製造了這個炒風 坊間不多現貨 高見$800多 大家想想炒高了兩三個水 都有點厲害 如果後追的朋友仔 就真的要留意一下價錢 是不是真的合理 炒高很多 如果真的要買可以先隔價 看看日本不同購物網 可以先隔價 不要太心急 因為$800多我自己覺得 實在太高了 對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對,明天吧 好,拜拜